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就像我们在跨境电商独立战白皮书2021年版里面 我们的结论非常清晰的 这个是内容BI的一个原点 就跨境出口电商的一个是BI 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数据 但网上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产品,一个是你的内容 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 就是现在很多人没想明白的东西 就是无论我想去多渠道 我不一定是现在马上做独立战 我可能是从亚马逊到了eBay或其他平台 那必然要涉及到战内广告跟战外广告的投放 那好了,在战内战外广告投放的时候 就像我们那天在净化营里面讲到的 战内战外的整个流量的投放 它实际上有点玄学的 可能同样的东西有人投了 就产出比较好的ROI 但另外的人可能投一直投,投都投不出来 而就像我们在前日讲到的 这个个人新鲜保护法 Facebook也好,Snacktrain也好 包括其他的这种依托在APP端的这种大媒介 在苹果的隐私策略成效 尤其是包括中国战内以外 整一个广告投放的这个链路 其实变得非常不可确定了 因为这里面用户选择不同意你去监踪他的信息 或者说你追踪的信息不全面 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用户的 这个画像的一个叫,我们叫描绘呢? 这个问题其实无论是2C的朋友 还是2B的朋友都会共同面临的 就是我怎么样去做用户的画像的更新 以及持续的去监控 那讲到监控这两个词其实有点严重了 而不应该是监控 而是说我怎么样可以保持跟用户保持比较紧密的接触呢? 我知道用户在想什么 我知道用户在说什么 那用以前的方式如果出逼里面的可能就是人海 低推,疯狂的电销,疯狂的会销,疯狂的墨拜 那但你会发现这些只适合一些刚刚入门的初级的一些用户 稍微进阶用户就不会再接受这种方式 它会很排斥这种方式 就像那天我们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图 是我们的网站 我们网站上面有几个数据特别特别有趣 就是我们的从搜索引擎 我们有两个主要来源吧 一个是直接访问的 就是用户直接输入网址去访问网站的 另外一个数字呢 就是它从搜索引擎搜索我们 跨境阿米也好 阿米跨境也好 跨境阿米修也好 成功量也好 或者什么样也好 它搜索那个关键词 通过搜索引擎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我们看来是数据 从百度过来的呢 数据量是比较大的确 百度的基础还大 百度的这个跳出率 应该是在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七十多 七十二还多少 然后访问时间平均是大概是四分多钟 而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对比数据 AB组嘛 我们看一下来自Google的 谷歌的数据 谷歌的这个呢 访问的跳出率是百分之六十几 没记错是六十八 然后访问时间是五分二十多秒 就足足比这个来百度来的朋友 多了一分钟 跳出率降低了百分之十 基础我不能告诉你 这商业机密 然后我们自己直接官网输入 访问的呢 我们的平均跳出率是百分之六十一点几 很低了 然后访问时间是五分多 接近六分钟 就比谷歌的再多了一分钟 你会发现百度来的 谷歌来的 直接访问的 然后刚好那天有一个 百度的朋友看到这个数据 问我 你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我跟他讲了逻辑 他说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百度 来的这个跨境的朋友还挺多的 我说是 百度它更多是一个搜索的方式 它是有一个入门的一些搜索 很多人会上面用 但稍微进阶了就可能就不会在百度上找了 甚至会到一些私益的流量里面去 或者到Google里面去找更大的一块 因为一旦它进阶 它意味着 它很清楚知道 它的信息源应该是在全球 而不是在中国 那这包括服务也好 包括内容也好 包括流量也好 就像我们刚刚强调的话题 怎么样给用户持续提供这个价值 那无论我们跟飞书做的这个线下进化营 还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官网为基础的整一个数据库 知识库 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一个方向 就跟大家现在在做跨境出货电商多渠道说 虽然2B的逻辑呢 会比2C的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 但事实上它只是看上去简单 它体称一点的不简单 本节目特别感谢以下的合作伙伴 万一通商务部通报表扬的跨境电商土西科技理学方案解决商 领航者万一通 就我们我们干的时候都是同样的事情 你怎么样让用户的心智能够跟随着他自己的成长 而跟你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这种 我们叫服务也好 支持也好 让他跟随你 长期跟随你 而不是说就像我们当年我们已经很多次举到一个案例 美特斯邦威当年流行花园F4时代是吧 小S大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 当美特斯邦威的人 当那时候美特斯邦威是很叫 简直是神医账的品牌存在 到后面老化了 这些人去上去工作了 离开学校了 他肯定不会再用美特斯邦威 那个意味着代表他一个过去的past 不是right now 不是现在 然后所以当时美特斯邦威推出了一些纸品牌新品牌 像Mian City是吧 我已成事 但是可惜失败了 这里边很多原因不仅仅是这个国内零售 服饰的一个变化 还有就是可能整一个的品牌的定位 本身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了大品牌的纸品牌跟衍生品牌 它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调性 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差异 而从美特斯邦威的这个品牌来看到 它的这个原来的某品牌 跟这个Mian City 其实看上去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自己做时装做了很多年 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且Mian City的东西跟别的这种 我们叫大陆过去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就没有 那又没有一些品牌的加持 你即使找了一些明星 用明星代言方式 但是新的人他已经对这种已经不敢了 对吧 消费习惯 消费的欲望 消费的这种驱用力就变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 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是更多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一个结论 大家在做这种营销 无论是针对2C的用户的 多渠道的用户营销 还是针对2B的这种用户的营销 你的老用户的增长 以及新用户的增长 这两个逻辑之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我们说三个关系 一 你的整个数据的管理模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提到了 这个视域流量的这个逻辑 第二 你的核心产品 你的拳头产品 是不是具备有差异性 第三个 你的内容 content marketing 怎么样持续的围绕着在做 那这个content marketing呢 你要么就可以像一些超级大的公司 搭建一个自己的团队 从头到尾把人人的配置 而且有系统的像我们这样子 把整个公司的发展的产品啊 用户啊 分各种各样的画像 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 不同层次的这种内容分析 要么就是找 类似我们这样的 第三方的这种内容 媒体去合作 今天这个视频呢 并不是一个广告视频 是回答很多人 包括在进入卧 录影师之前 还有一个某个SARS公司的朋友 问我 哎 米哥 你们的内容在哪里的 在哪个渠道来的 我能不能跟你们学习一下 我想想 今天要不直接告诉他 我们怎么去做内容分析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分析 我们其实很非常简单 左边是我们的知识库 右边是我们的案例分析 我们有完整的知识库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做了 十几年的这个国际零售的 中国跨境出口电商 从卖家到商家 到商家到全球商家 都是把我们那句话 怎么说呢 通过跨境出口电商 把全球零售重新做了一次 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 无论是合规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还是说整个物理的问题 都是在全球零售的体系 之下下面的 然后包括人才 我们有不同的朋友 曾经跟我提过很多次 说我没有人才 我不知道怎么配人才 我现在去做平台 我应该去请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想做平台基督战 那我配一个销售 一个运营 一个投手 还是怎么样子呢 我这个人应该怎么配置 本节目特别感谢以下的伙伴 只是说我们就用了电商 用了跨境电商来说 那我们换个词就知道了 在美国有跨境电商吗 有Crossport的e-commerce吗 没有 在东南亚有Crossport的e-commerce 没有 他们只有e-commerce 在印度有吗 在欧洲有吗 没有 大家只有一个单词 就是e-commerce 就是电子商务 e-commerce跟Retail之间的融合 现在大家已经叫它 Multipro Channel的Retail了 就是多渠道的这种零售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认为是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怎么去做内容的 因为这个其实 对每一家公司 每一个卖家 无论是平台型的卖家 还是多渠道的卖家 还是DTC的卖家 都其实指向一个事情 就是你们怎么去搭建 自己内部的知识库 因为总需要 去做你们内部的知识的沉淀 然后让新同事去学习 让老同事的经验可以积累 那这个积累的过程 该怎么去做 有相当多的公司 其实他为什么可以快速的裂变 除了创始人的这种 创始团队的这种 强大的力量以外 还有很重要点 就是他的整一个内部的SOP 尤其是他的知识库的SOP 可以支持他坏速的 去进行人权的筛选 入职培养 成长 以及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去锻炼并且成为一个 更强的一个存在 而今天的讲到这个点呢 也是想跟大家讲说 我们未来会做更多的 这种线下的进化营的模式 就是我们会跟不同的 合作方去合作 我们还是去做案例分析 我们去做案例讨论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的答论 就我们叫答案 怎么产生的这个过程 我会跟同学们一起去分析 因为就这样子 大家才会成功学习到 我们的学习方法 然后学习到我们的方法论 然后把我们的方法论 跟你的方法论进行对比 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互补性 甚至说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方法论是怎么样子的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还是深正达到 意义上的学习 你无论是作为一个职业人 还是一个新人 还是作为老板 还是作为一个投资人 只有这个方式 你才能在分杂的 这种跨境中国电商资讯里面 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体系 因为你的知识 才是你的知识 别人的观点 只是别人的观点 它并不能成为你的知识 别人的观点 并不能成为 你去分析事件的理论 因为它的观点怎么来的 它的结论怎么来的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没有讲太多别的东西 就讲这么一个学习的方法 更多的关于跨境电商的 案例的方式 记得关注我们的网站 3w.armyshow.com 去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内容 好 我们今天这一幕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